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7日报道 自今年2月底以来 美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超过38亿美元军事援助 比美国在顿巴斯地区八年战争期间 向乌克兰提供的还多30% 这使乌克兰成为迄今为止 2022年度美国军事援助的最大单一接受果 报道成 2014年至2021年期间 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了27亿美元的致命和非致命军事援助 其中包括汉马狙击设备巡逻艇 标枪反坦克导弹和培训 俄媒称 拜登加大了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力度 从2021年年初 他就任美国总统 到今年年初顿巴斯危机升级之前 拜登批准了超过3.35亿美元的队伍援助 自今年2月 俄罗斯开始队伍特别军事行动以来 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了大量武器装备 包括标枪反坦克导弹 AT-4反坦克火箭筒 独次防空导弹 从阿富汗苏罗来的米17直升机 雷达设备 榴弹发射器 大量小型武器 M777和M198榴弹炮和火炮 装甲运输车 无人机 干扰设备等 美国提供的38亿美元军事援助 使乌克兰在短短几个月内 成为美国军事援助的最大接收过 相比之下 以色列位居第二 数据显示 2020年 以色列收到美国33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同年 阿富汗和埃及分别收到 27亿美元和13亿美元 5月适时 美国国会众议员通过了 价值400亿美元的 队伍援助法案 但因为参议员兰德保罗的阻止 该法尚未得到参议员通过 报道指出 这个一揽子 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法案 包括197.5亿美元的 新增军事援助 其中包括 划布60亿美元 用于武器装备和训练 87亿美元 用于补充美国物资库存 44亿美元 划布给美国欧洲司令部 6亿美元 用于动用 国防生产法 当地时间 5月16日 美国国会参议院 投票后决定 结束参议员 兰德保罗 发起的阻碍议事程序 这意味着 参议院 本周晚些时候 将发起 针对这个援助 乌克兰法案的 最终投票 当天 投票的结果 为81票赞成 11票反对 投反对票的 共和党参议员 比尔哈格迪表示 反对在美国国内事务 没有得到妥善处理的情况下 对其他国家提供援助 哈格迪还 敦促总统拜登 停止这场 针对美国制造业的战争 共和党众议员 马乔利·泰勒格林 是投下反对票的 一员之一 他指责 华盛顿政界 一味寻求 给乌克兰提供援助 却忽视了美国国内 婴儿配方奶粉短血 美国南部 与墨西哥边境地区的危机 以及飙升的 通货膨胀率和油价 他敦促美国国会 停止为政权更迭 和洗钱骗局提供资金 停止掩盖 美国政客 在乌克兰等国的罪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